正常發揮頻道會員召集令 四種頻道會員 壯大我們監督的力量 歡迎您召集親朋好友加入 讓正常發揮的聲音不會被消失 對 其實這個非洲國家 其實它關係最深的是它的殖民母國 鋼果 有兩個鋼果 一個是鼻鼠鋼果 一個是法鼠鋼果 所以鼻鼠鋼果是比較富 我想今天講的應該是鼻鼠鋼果 因為它這個面積非常大 礦產最豐富的鼻鼠鋼果 那這個就是說這些非洲國家 事實上的話 它的精英在過去殖民統治的時候 都被調到歐洲國家去了 我第一次到比利時的時候 我同時幫我安排住在黑人區 幫我嚇一跳 後來我發覺 這個比利時的黑人 全部是他們這些鋼果的貴族 每個出來穿的漂亮的不得了 那附近街上賣的都是義大利的家具 幹嘛他們買了要送回鋼果 可是他們都受過脊梁好的教育 自尊心 各什麼 所以在非洲看到非洲 在歐洲看到非洲人 不是跟在美國看到非洲人一樣的 那都是王公貴族啊 可是他們就把這些人都控制住了 這些人在控制在鋼果 所以在殖民時代 這些殖民國家 它國家都有一個部叫殖民部 殖民部在殖民地 殖民地這個獨立以後 殖民部繼續保持 換一個牌子叫發展部 所以歐洲這些國家 它這個交國際關係 有一門課叫發展學 其實就是繼承他們殖民 兩三百年的歷史 怎麼繼續在那邊殖民 就是剝削 因為它殖民學才對 就會剝削 所以非洲國家事實上的話 這些看起來獨立 實際上都還是被他們控制 那這個他們就說 他們譬如說我每年給你鋼果四億美金 或者五億美金 十億美金 其實後來很多非洲人講說 他們這些歐洲人給我們這些錢 就是要讓我們這些在 法國受過教育的這個 譬如說鋼果的在法國受過 或比利受過教育的這些 鋼果的精英 還有足夠的薪水 願意繼續留在鋼果 經營一個政府 看管法國人的利益 它的結構基本上就這樣 不過中國 它基本上結構就這樣 然後它就是少數這些王公 過去他們也都是 這些酋長 國王 因為它是一個部落型社會 它也沒有國家 對 那所以他們那樣殖民的 就把那些酋長部落都籠絡 都買通了 都送到法國去 那就這樣 它到現在還是這個結構 那中國大陸打進去的方式 跟俄羅斯打進去的方式 他們當初是有這個 共產革命的理想的 然後毛澤東曾經講過一句話 這世界分三個世界 中國真的要去找朋友的話 要找什麼 亞非拉第三世界 中國永遠站在第三世界 這個不是今天 王毅開始講的 這是從周恩來開始講的 永遠站在第三世界國家這一邊 所以這個戰略 也是中國作為一個世界的 一個國家的戰略 老早在周恩來他們就定了 那個時候就已經大批的資源 大量的人類進入非洲 只要能進就都進去了 那所以中國大陸在非洲 為什麼這麼精準 他現在在非洲 因為他的基礎 不是最近十年 不是改革開放的十年 自從中國大陸 中國共產黨政府 在搞世界革命的時候 共產革命的時候就開始了 所以從1949年開始 你說1959年搞這個戰略 也是一樣 中國大陸那個時候 中國大學很多留學生 不是東南亞的 也不是美國留學生 都是非洲留學生 所以當我們那個時候 當我們佛光山 在南非幹一個南來寺 我第一次嚇一跳 我還以為到了什麼普陀山 這麼大一個廟 我們蓋了 結果裡面那幾個 真的幫他們這個僑似的非洲人 我去跟他們講都講中文 講話還有各中國各地的口音 我說 還講金片子 對我說老哥你中文在哪學 都在大陸學的 他們跟大陸關係非常的深 所以中國大陸現在是 已經到一個成熟程度 可以在歐洲人經營了 數百年的這個殖民地 跟歐洲人在競爭了 那當然現在很多非洲人 就對中國改觀 他說歐洲人殖民三百年 在我們只有剝削 從來沒有真正關心過我們 你看中國人帶來的是鐵路 蓋鐵路你還問說 這裡蟲都不多了 對什麼都有 可是問題就是說 所以中國大陸這種 這種經營模式 現在開始開發結果的話 你說這些歐洲的老勢力 甚至這些美國的勢力 可能都不是中國大陸的對手 而且中國大陸帶去的一個 基建發展模式 正好符合非洲的需要 他們現在正需要 那你說這個鋼果 這個總統是不是想通了 是想通了 他現在開放讓大家來買 對可是之前呢 他事實上他的整個政府 是被法國人控制的 法國人要他搞這個 什麼節能減碳 他就非聽不可 可是這種總統很可能 過兩年以後 政變又被推翻了 來 我們請換哥 對 這個單身廣 有一個美國的新聞 我不是很理解 就叫單身廣跟賓哥 還有大使 其實他的數字是有變化的 之前他說六成 然後七成 那前幾天這個雷蒙多 美國商務部長說九成 說美國的晶片九成是依賴台灣 九成 九成就九十趴 然後他說他徹業難免 他也認為這個是國安危機 因為就是我們美國的晶片 這麼多這麼大的比例 依賴台灣說不通嘛 理論上我應該分散風險 我怎麼九十趴的晶片 都到台灣提供 這是雷蒙多講的 這不是我講的 美國的商務部長講的 但是我就不懂說 如果美國的晶片 當然也要他講是真的 九成都是依賴台灣 那我們為什麼要跪著跟美國講話呢 對啊 那應該是美國跪著跟我講話啊 你九成的晶片都依賴我 你先跪吧 大家不要跪啦 我是開玩笑 那大家就平起平坐吧 就你也不要跟我跪 我也不要跟你跪 因為大家有 你有需要我的地方 我有需要你的地方 你九成的晶片是靠我 那我想問蔡總統 那我們為什麼處處吃憋呢 這合理嗎 真是個好問題 因為我們有一篇論文有問題 大使 你給我來這一套 因為論文有問題所以 乖一點 這一條辮子更粗啦 更粗一條 所以這個論文又很重要了 所以當然我不懂 那如果說這樣的話 其實雷蒙多 因為他們在推晶片法案嘛 那他們也希望南韓 能夠趕快把晶片的材料拉起來 那九成的晶片靠台灣提供 那我們理論上應該是 我們相對也有籌碼嘛 不管說是軍售的 或是臺美的什麼什麼 TIFA什麼的 或是萊豬什麼的 應該說我們有什麼 我們有籌碼跟人家談啊 你九成靠我 你要是逼我吃賴豬 我就不給你喔 對不對 我之前跟川普訂的軍售 你怎麼都沒給我呢 無人機也沒來 自走炮也沒來 F-16有飛機沒有彈 你跟他爭小耶 那你下禮拜再不來 我晶片就給你斷貨 我斷貨你七塊 你都已經通膨到這樣子 我晶片給你斷貨你怎樣 對不對 那我覺得 觀眾朋友其實是我們有護國神山 我們也有優勢 可是我不曉得民進黨跟國民黨 為什麼看到美國先跪下來一下 那或者像安倍這樣 這安倍之間講的 台灣有事 日本有事 那林佳龍還加碼 日本有事 台灣就簡直莫名其妙了 可是他最新出的日本防衛省的 這個白皮書沒有寫耶 你為什麼沒有寫我不太懂 沒有邦交 沒有同盟 沒有安保條約 所以安倍講這是騙你的 所以你看這個是安倍的國長 日本的外相林芳正是這個 他就是連賴清的名字都不講 你說的那個人 這個就是林芳正 然後他說我們已經通刺了 195個邦交國以及4個地區 4個地區 觀眾朋友我們來考一下 香港 澳門跟巴勒斯坦 大使都笑了 那為什麼還有一個呢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明天晚上9點 準時鎖定正常發揮 明天再告訴你 還有這樣子 通知了195個邦交國 以及4個地區 香港 澳門 巴勒斯坦 那我請問你 我就去 但是我不可以 就是說我們每次被大陸矮化的時候 我們都很 你怎麼可以矮化我們 你用大中華代理區的這個疫苗 我不要 然後我們因此死了很多人 我們不接受大陸的矮化 日本也矮化你啊 那你還要去參加日本的國葬嗎 你要叫日本大哥哥嗎 你還要開放日本福島的核食嗎 不是很奇怪嗎 日本矮化你 你甘之如矣啊 你都不講話 這個我真的覺得 我們真的是太奇怪了 這裡幫你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還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第酸水 與病毒細菌作用 打架完之後呢 就變成了水 溫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呢 更環保 適合長時間多次頻繁的使用 請趕快上快點購 買的時候記得輸入我的 推薦代碼就有折扣喔